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一处陌生的农村家里面 这里的位置是双流区的连鱼村 第一次到这里来 我刚才看到这边有一处非常漂亮的村庄 找一到两家农村居民的家 看主人是否允许我们进入他的家里面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又一次的挑战 这里的环境非常漂亮 近些年也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里的环境 就和旅游观光很接地气 一片花卉树的后面 外形非常洋气的小别墅 这里就是我刚才和朋友们说的 那一处非常漂亮的村庄 这一栋栋别墅就是这里居民住家的地方 我们找哪一家呢 在房屋的前面好像还没有看到 有门打开 但有声音呢 我们先到后面这边来看一看 能不能找得到有在后面休息的 楼上楼下加下140多个平方 可以配合你们家吗 可以可以配合你们家的 相当于这一片 就是每个人一栋 每家每幅一栋 一栋房子大概就是140个平方 140个平方 所以是150个平方 那是140个平方 加工坛肯定有150多点 加工坛165 150个平方 你家中族呢 你们住小秘书啊 还有一个小园 园子的还有一个小才园 哦 哦 快进去看看吧 可以 你住前面 你住前面 哦 好 谢谢 哦 看看你们新居 这是厨房啊 厨房 哦 厨房 哦 这是现代化的厨房啊 冰箱 这边这是你们客厅啊 客厅 哦 客厅 高还是比较高个房 高什么 哦 这边这是楼梯 楼梯 哦 这是车库 哦 楼梯 哦 这边还有一个车库啊 哦 你要去的挺天安的 挺起车库的 小摩托车的那种车库感 哦 哦 还是自动的转了呢 你们的生活 给的员呢 相比就是 见的是翻天不及了 我说有几层楼呢 两层楼 两层楼 哦 哦 下边也是卧室 独立的卧室间 还有三个卧室 还有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还有一个阳台 哦 有一个阳台 哦 欢迎哈 住在这儿里有好多人呢 你们家里 我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住 三个人住 三个人住140平方 哦 哎呦 好感觉 从这里出来过后 我们就到了他们前面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排 这下面这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车库 旁边又是另外一家 哎呦 你好 美女 可不可以看看你们那个新房 因为你们这座太漂亮了 房屋 可不可以配哈 别配了吗 啊 不 这是房屋大概或外观 这是不上楼 看外头 主要看外边就可以了 嗯 可以吧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有点游戏吗 找找你 哎呀 无所谓 你们这房间那么好还暖着着的 哦 你得付那个小娃娃 嗯 叫做 哦 纪念节呢 纪念节哦 哦 啊 对 我那个没换还 才随便猜 才随便猜 哎呀 麻烦了吗 没了事拍嘛 这个条件 朋友们看一下 这边是卧室 从这个地方可以上二楼 因为他这种房屋全是那种阳楼式的几层楼 后面是一个很宽敞的开房式的厨房 这边后面过来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后花园小花园 对面就是我们刚才去的那位爷爷的家 闲暇的时候就在这后面泡上一杯茶休息晒太阳 很幸福的一个家庭 二楼上面我们看这边是二楼 上面是三楼 上面是居家的地方 这上面我们就不方便再上去拍了 但我们从这个房屋的下面也就能看出这里的居住环境 前面还要好开心 前面那边有个专门花园 刚刚我们去的两家居民都很热情 房间里面朋友们也看到了那样的环境 居住条件 和过去的农村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想象 在这里我们看社区还有专门的社区纯净水 在每一栋房屋的前面 这里还有小菜园 一种的农家菜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栋栋乡村别墅以外 在居住的旁边 小区 这里也有小花园 运动休闲的地方 这里也有一些娱乐的设施 像棋牌室 娱乐场所 家家户户的下面都有清澈库 每一家生活都过得红红火火 房屋后面的小菜园 好让人羡慕 在乡村有一个很让人喜欢的场面 那就是家家户户互相创办 这里一般也有小吃店 餐饮店 我都陪下 谢谢 可以 我们两个人都几个 哦对对对 几个两个人都会 哈哈 美女 陪下你们小朋友休息的场所 哦好的小朋友 都是你们一家的 有两个生物的 有三十都是亲戚的 有亲戚的 嗯 亲戚的 要开学了吗 两个相对大一点的小朋友 开学了 今天星期六 星期六的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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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哦 你幸福得很哦 幸福得很 好好休息哦 好 爹子 这今天真是怎么还行 我爹子 我爹子 爹子 没点我们一妈也没点 把一妈也没点了 一妈也跑进屋子上的 在村子里面 还有一处文化艺术的景区 就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里 这里曾经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染坊 这一处景点的名称叫吴家染房 现在这里是一处即观光旅游体验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博物馆性质的一个染房景点 吴家染房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乾隆年间 一位姓吴的人在这里染布做生意的人家 最初吴家并不是这里的人 最开始吴家是在梅山 后来在清朝的时候才迁到这里来的 由于会经营 染布的记忆也好 所以染房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在当时是这里富家一方的大户 虽然很富有 但吴家乐善好施 时常接济穷苦人家 所以广受这里的百姓爱戴 时过境迁 吴家的染房也就逐渐的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北历的小乡村善良的人们 再现了新农村的幸福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